俗话说寒气入体就容易自身百病 尤其是现在冬天温度比较低 就容易导致寒气入侵 当我们身体这四个部位出现发凉的时候 就要注意及时调理 因为这多半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 第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手脚 如果你总感觉你的手脚发凉没有温度 同时还伴有头晕心悸失眠面色苍白 像这种情况都属于气血不足引起的 咱们手和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地方 一旦气血不足身体末端的循环变差 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后背发凉 如果你总感觉后背发凉 同时还伴有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容易出汗的现象 这就属于心阳区了 中医认为心围阳脏 当心阳不足不能温通我们的背落 就会出现背部发凉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脾胃发凉 如果你总感觉小腹冷痛 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容易拉肚子 平时喜欢喝热水 吃点温热的食物 像这种情况都是脾胃虚寒的 脾胃的阳气不足 导致孕化能力变差 第四个部位就是膝关节 如果你总感觉膝关节冰凉疼痛 遇到降温的时候 症状往往会加重 有时还会伴有一个腿脚的水肿 像这种情况 都是含湿气息了我们的关节 导致的中医称为风寒湿病 一定要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